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美国最乱的地方 你会想到哪 加州 纽约 然后什么芝加哥 是吧 飞城这些地方 对吧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说到美国最富的地方 你会想到哪 我估计你会想到的 还是什么加州 什么纽约 康州 什么波士顿 还是这些地区 那么就由此引出一个悖论 说这些地方最乱 为什么它最富 因为最近很多的朋友 给我私信就问我 他说 你看 你们这帮人 天天反正正确 你们这帮人 天天说这帮白左不对 白左闹得过分了 那为什么 这些地方 反而是美国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 你说的那些 治安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乱的地区 相对来说 人人拥枪的地区 它反而没有那么发达 反而没有那么富裕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美国越乱的地区 越闹黑命贵的地区 越灵源够的地区 它反而没有那么乱 它不灵源够的这些地区 法律来说 在我们的理解上 相对来说 正常地区 它反而没有那么发达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什么是正式正确 我从来没有说过 正式正确里面的东西不对 你说正式正确 无非就是LGBT 对吧 LGBT再加上黑命贵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讲究 最大正式正确 我们是不是应该 消除性别歧视 女人是不是应该 获得跟男人一样的权利 是否应该取消性别歧视 是否应该取消 对同性恋的歧视 是否应该取消 对快性别者的歧视 是否应该取消对黑人的歧视 这些都对 没有说不对 大家现在反感的不是正式正确 而正式正确搞得太过了 因为他所支持的这些东西 说白了 这是普世价值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这些人你都不应该歧视人家 对吧 这是正常的 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会闹过呢 在什么样的地区才会产生正确 通通是富裕地区 首先啊 咱们说零元购 零元购 大家看发生的地区都是美国最富裕的地区 对吧 纽约 是吧 洛杉矶 旧金山 芝加哥 波士顿 那其实大家算算这些地方 在美国 比如说在美国 在全世界城市排名 我估计都是排前十的吧 对吧 那这都是这些城市 那可是为什么 这些地方会发生零元购 首先 它会有一种正式的思潮 说白了 一个地方富裕 才会产生这种思潮 我知道可能说到这 很多朋友 不屑一顾 我觉得 你就看不起我们穷人 是不是 其实真的是这样 大家想想啊 真的在一个大城市 就是人什么时候会要诉求 在一个贫穷地方 或者在一个保守地方 它是不会要求那么多诉求的 它会要求的是什么 我吃饱了饭就行 我媳妇生几个娃就行 媳妇要生男孩 不生女孩 对吧 是吧 然后我也不想接触外来人 外来人也不要来 你也不要抢占 我们当地的生活机会 可是一个富裕的地方 它想的是什么呢 它想的不光是这个城市 如何的灯红酒绿 它不光想的是这个城市 如何的有金融 如何的发达 有如何的高科技产业 它想的是什么呀 它想的还是这个城市的包容性 它想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富有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究一些权力上的平等 所以说政治正确 它只会出现在这种富裕的地区 它是不会出现在穷的地区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 是说它先有了这些富裕的城市 才有了政治正确 而不是说有了政治正确 这些富裕的城市才更富 其实呢 我相信我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也很能理解 其实各国都是这样 包括咱们国家 其实也是这样吧 那相对来说呢 咱们国家保守的地区都比较穷 比较富的地区呢 基本上都是思想很先进的 对吧 很讲女权这些东西的 比如说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我就觉得都挺讲女权的呀 那至少你说在北上广深 包括大家对纹深的态度 包括大家对辍学的态度 包括大家对结婚的态度 那在北上广深我反正回去的时候 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在北上广深 你三十多岁不结婚也很正常啊 对吧 你在北上广深啊 你有个纹深大家觉得很时尚啊 或者也觉得很正常啊 大量的人你这个哪怕是你啊 是吧有丧偶的 有离婚的 大家都觉得平静一带啊 对吧 至少结婚什么的 就大家觉得没有这方面太多的顾虑 那可是在落后地区就不行 或者说在保守地区就不行 在保守地区有些地区 它甚至可能 它经济上并不落后 你像山东这样的地方 你像河南这样的地方是吧 你说这些地方的经济总量 其实也并不低 虽然说人均可能会稍微低点 但经济总量并不低 可是在有些东西 它就是接受不了 那你没办法啊 所以说你在一定的这种 有先进性思维的东西 只会出现在富裕的地区啊 这个是人类的一种共性吧 但是呢 我想说的就是 有些东西它闹着闹着就会过 有些东西它闹着闹着 它就会变成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因为毕竟现在整个的 我觉得整个的人类社会 整个的全世界都处在一种 比较打鸡血的状态 其实不光是美国啊 全世界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的 就是各国都感觉特别打鸡血 可能除了某几个地区啊 反正各国我都感觉 就是人民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感觉现在回到了二战后的这个时期 就是民族主义高涨 正正确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啊 所以说才导致啊这样的情况 就像美国 美国其实我觉得他搞的这些正正确都其实挺假的 比如说咱们说女权吧 女权你说或者是真女权吗 就是你一提女权啊 就跟你碰出他逆临似的你知道吧 就是女的就非要把这男的给压榨干净 不然这就不算女权 这叫什么女权啊 对不对 我理解的女权啊 是什么 就比如说民工啊 就比如说民工招人的时候啊 是吧 咱男的啊 留一半职位给女的 对吧 女的也去搬砖去 啊 咱拿的工资还一样 然后女的这个搬砖的量还不能比男的少啊 海难逃生的时候 是吧 男的不用给女的让座 咱们一块跑啊 凭本事啊 谁上了船就是谁的 对不对啊 然后找工作的时候也一样 是吧 咱们提拔一个人啊 不能因为他是女的啊 我们就不提拔他啊 不能因为是一个男的就提拔他 对不对 然后结婚的时候 不要有那么多的彩礼 这说是不是啊 不要有那么多的什么男的出多少 女的出多少 我个人认为要彩礼本身就是一种对女性最大的歧视啊 说到这儿啊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 哎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问你的是啊 为什么这些地区的经济反而发达啊 保守的地区 安全的地区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发达 我告诉你的是 一个城市 它的包容性越来越大 它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潮 自古就是 不管是在中国的上海 还是美国的纽约 亦或是啊 英国的伦敦 法国的巴黎 那么它作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就是一个各种思潮碰撞很激烈的地方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种思潮碰撞很激烈的地方呢 除了像上海这种治安相对来说很好 因为我们政府管的好 那其他的这些国家 它政府管的没有那么严 它政府管的 它人民都散漫惯了 所以说它上街产生这种思潮碰撞 你就会很厉害 你知道吧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人啊 它跟动物不一样 人是有基本的诉求的 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到了一定的文明以后 那人它就是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 那不同思想多了 它就是会产生碰撞 你在一个文明包容的城市里面 那大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咱们话又说回来啊 就是被人利用归被人利用 我也很烦这些白左 但你不得不承认啊 人类还是需要 就是这些所谓的正确的 对吧 那你说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白左一闹 黑人多少年才能平权 没有这些白左一闹 女性多少年才能平权 没有这些白左一闹 LGBT这些人多少年才能不被歧视 难道都跟美国南方一样吗 看到这些人上街打一顿 才可以吗 看到这些人上街都打一顿 都揍一顿才可以吗 只是说他们搞得过了 对不对 我朋友是把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 是这个地区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先填饱的肚子 先过上了父族的生活 它才会产生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这个地方 因为政治正确这地方更好了 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有人说 你看啊 你张司令啊 你老说他们文明包容 你怎么不生活在那 我也不是不生活在那 我吧其实吧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 我比较传统 我个人呢还是 虽然说我支持女权 我个人也是个女权 但是我个人比较担担的主意 我只是支持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个人比较担担的主意 然后我个人也觉得呢 是吧 谁抢我 我就一抢打过去 这是最好的 所以说 我是支持进步的 但是我个人呢比较保守 我是生活在一个保守地区的 所以说我可能也 不太会能接触到一些 思想很先进的东西 但我心里明白啊这东西是好的 这东西是好的 那虽然说现在白左搞得很过分吧 但是你不得不说啊 这种东西的 不管在各国对吧 你总还是需要这群人的嘛 因为你完全没有这群人也不行 完全没有这群人 难道咱们都回到过去吗 都回到过去吗 一女的出轨了就在进竹笼 是吧 或者说一个男的怎么怎么着了 就在被石头砸死了 或者说都回到那个时代嘛 也确实没必要对不对啊 因为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考虑 那这些东西多了 代表这个州本来就包容 本来就自信 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包容跟自信的思想 那加州才会产生了硅谷这样的地方 加州才会有那么多的白手起家创业的 特斯拉这种公司 可能在加州落户 大家想想啊 如果没有这些包容的思想 如果没有这些啊 相对来说包容的这些东西 那么多大公司怎么会把他们的这些啊 总部放在加州 对不对 包括这个加州 在美国很多 其实啊 包括纽约州啊 他在美国很多地方 他还是领先的 你比如说我也烦白左 可是你要知道白左在抗议上 那他是比这个红脖子 他可是要比这些啊 相对保守的这些人要厉害的多的呀 那在抗议上人家啊 这些啊民主党州 比如说纽约 纽约现在率先实行 纽约刚开始是啊 啊率先实行了所有的公立机构 公职人员都要打疫苗啊 现在纽约实行了所有的这个啊 私立机构啊 所有的这个私营的这些公司的人 都要打疫苗啊 不打疫苗不能上班 然后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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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他们先颁布了口罩令 啊他们先宣布跟中国要进口东西 对吧 那这都是白左州干出来的事情啊 白左不一定全坏啊 白右不一定全好 我是这个思维你知道吧 啊他们还有他们的先进性的 咱不能说因为一波人搞的所有的东西啊过激了啊 咱都说把这都全盘否定了 其实也啊未必是这样你知道吧啊 而且加州这片土地能产生出苹果能产生出特斯拉啊 这样一堆原生的加州本地的大公司 本身就说明了他这个地方啊思想的先进性 好吧啊 而且这种公司可是科技公司啊 可是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可不是说什么他吸资本的血呢 跟纽约还不一样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东西很复杂啊 一个城市它越发达 一个文明它越发达啊 慢慢的啊 这种新思想人啊 这种相对来说啊 愿意进步的愿意革新的这种思想人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种人多了 那在还不成熟的时候 这种东西在刚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就是过激的东西 零元购的东西 当然有人说 那这些白左可能会最终毁了美国 那这些如果一个国家人都这样的话 那他最终就会毁掉这个国家 你说的没错 所以说才需要有保守地区的人去拉着他们 所以说一个国家最好是能做到平衡 而不是说大家都打鸡血 一块去干嘛 或者一块不干嘛 你明白吧 这些富有的地区啊 一直被资本把控 大家知道吗 资本所讲究的就是自由营商 讲究的就是法务禁止及自由 所以说导致美国呀 他这些比较富裕的地方 加州啊 包括美国的这个新英兰地区啊 这些最富裕的地方 一直是好大学啊 和这个思想最开明的 比如说废奴也是从美国东北部线开始的 对吧 美国南方其实是相对来说更落后的 但是我知道这儿有可能 很多朋友会反对我 废奴都是假的 好吧 废奴都是假的 但是我只是给你讲一个道理嘛 至于他废奴假不假的 跟我关也不大 我只是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东西 有人问了 我就这么一回答 好吧 那说到这儿你大概明白了啊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 其实呢 宁愿购这种东西啊 包括周恩宗这种东西 你看似落后 看似混乱 其实他还是有他自己的 先进行在里面呢 他只是说他这些东西玩过头了 那什么东西玩过头他就不好了吗 咱们就说比如说你抓间谍 对不对 抓间谍当然对了 但你要搞过了 那他就成麦卡锡主义了 对吧 那他就成一场运动了 那就没意思了嘛 对吧 所以说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啊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啊 他就是太过了 这白左玩的太过了 过的简直不像话 简直一塌糊涂 以至于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操弄了 好吧 那行吧 今天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做到这儿 我相信带脑子的人啊 基本上都能听懂我在说啥 至于有一些非要跟我说 谁输了谁赢了 这都能替美国洗 这种人啊 趁早取关啊 本频道不适合你们这种 格局高的人啊 是吧 这种还是算了啊 这期做的 拜拜